好了 我已经拿到了我的核酸检测报告 阴性的 这个医院现在弄得这么讲究 进门还要带写套 真的是回到了小学上危机课的感觉 现在准备回去了 早上的时候我就说 为什么不给我给报告 就是邮件没发过来 结果他还要现场来领盖章子 这个老外做事真的是好老虎 我昨天早上11点钟做的核酸检测 他说的六个小时之后就可以出结果 结果我就等到今天早上就没有结果 我就走路花了半个多小时走过来 结果我拿到了纸质报告以后 我的电子邮件已经收到了 我估计医生才反应过来 我为什么没有给中国人发检测报告呢 赶紧的发过来了 真的是有的时候在国外 你真的是不要对他们工作的效率和严谨性 抱有太大的期待 凡事靠自己 宁可自己多走两路 多走两步 真的不要抱有太大的期望 昨天说的下午就给我发过来了 结果现在才发过来 如果说我不走过来 我估计现在也发不过来 我现在来到了海达尔阿利耶夫博物馆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博物馆造型非常的奇特 像一艘外星的飞船 我走到正面去看一下 空体都是白色的 空体都是白色的 很具有线条 很有设计感 正面 确实蛮不错的 我看一下在哪里买门票 还可以进去参观一下的 哎哟 还有人拍婚纱 哇 在这儿拍婚纱 挺不错的 这边也是个博物馆 应该在这里买票的 确实是这里 办公室 这边是一个纪念别人店 这个就是海达尔阿利耶夫博物馆的门票 一个人是15块钱 哇 他说走这个方向 过了安检 就进来了 天使站在地球上吗 看一下海达尔阿利耶夫博物馆 非常具有设计感 一楼那边有一个咖啡租 大量的自然光 也算是纪约的能源 挺好的啊 这个建筑非常的现代化 就是正面了 看那个海达尔阿利耶夫 好了 我们现在正式的参观 看看这个楼梯设计感 好有线条的感觉 可以走到这儿 这一个人 单手倒立 撑这个球 主要是我也没有什么医俗细胞 就看一看好了 往那边去 这算是一号展厅 展出的是一些阿塞拜疆的民和民俗 一些照片 这里呢 是这个红绳 一号的一个阿塞拜疆的国旗 这一块呢是纳西千万 这个呢就是少女塔 老城边上去过的 这边呢就是我们昨天去的这个 你看看 你看看 那边 年化那边 这里有一些 烤谷的挖掘 一些淘气啊 什么的 还都是跟昨天去的那个年化 就是几万年前原始人生活的那个区域有关系的 这还有一些珠宝 上面全部都是香的是宝石 看 各种还蛮大的 这些红宝石 这个怎么 好古怪的造型啊 1910年的刀 一百多年前的 短线 这是有钱人干嘛的呀 这个是 煮东西的吗 铜的这个是 这是一个咬子 蛮精致的啊 纯铜的 这怎么还有修补过的痕迹啊 阿塞拜疆 乐器演奏 这边还有些民族不适的展示 这个真的就是跟我们 古代的时候 西域诸国的印象一样的呀 什么呀 都穿这样子的 多拍上一点这种 民族服饰 中亚地区的感觉 以后真的是 拍电视的呀 这些人 都可以学着点嘛 道具组 设计成这样子 很符合中亚地区风格 蛮漂亮的啊 其实像这一款的话 放到现在也不过时啊 是不是 这一款 挺多的 地毯啊 这还搞了一个放大镜 你看一下呀 这谁眼神这么不好 我给你们直接放大 要不要灯 直接打灯 好了 烧二咯 这个是什么 你看看这个 浮不冬冬的 看了一下大概应该 还是跟考古有关系 哦 这是在演示 如何拿石头 在石板上敲个洞吗 这不就是我昨天去的地方啊 嗯 这是个音乐 诶 这位老哥有想法 挺不错的 哦 看一下 就这样子 直接敲一尾了 他这个博物馆啊 这个布展这一块 真的是很有意思 他这里要是展览的 就是他们国家的一些乐器 但是呢 不给灯 就是 黑龙龙的看 得亏我有一个灯 不然真的是看不出来啊 嗯 哦 这还是 螺电工艺的 看看 啥乐器咱也看不懂 你不认识 看看是什么琴 这是哪个公主在演奏呢 看到 真的 你看 黑龙龙龙的 黑龙龙的 不开灯 让大家怎么看呀 搞的东西神神秘秘的 嗯 嗯 嗯 这里是展出了一些模型 哈塞贝尔江修建的这种 比较现代化建筑的模型 嗯 这个 不会是把售楼中心的那个 呵呵 售楼处搬过来了吧 嗯 这不就是那个火焰塔吗 嗯 估计这房子卖完了 这些东西也别丢了啊 会不会我们送到博物馆来 有点意思 从那里蛮大的这个博物馆 不错吧 大家有机会可以过来参观一下 门票也不贵 15块钱 搜搜地 某某地 诶 这我去过来 这是他们政府 就这个 也在海边 就这儿 嗯 这是机场 嗯 阿塞败江豪河 嗯 嗯 这里呢 这里呢 是一层一层的参观的啊 现在我又来到了这一层 嗯 啊 都是 帮西员好 好 气 中 真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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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已经参观完毕了 其他区域就不是我们游客可以去的了 看一下 还是蛮多的 阳光真的是好舒服 这里还有一台特别老的车 这是后备箱吗 行律箱 刚我看了一下我都不知道这个车什么台子的 有人认识吗 记得给我留言说一声 还是敞篷的呢 它这边写的是 是1929年的车 差不多90多岁了 这些备胎 这啥孩子的车 这里还有一个小花园 室内的 其实如果说它设计的时候 好 我刚想说的 它已经想到了 我就说你设计的时候能让人做得好 结果呢还真可以做 看来我也可以当设计师 至少是做一下 这里的保安都特别帅 那个保安搞得跟不对一样的 走了 沉浸式的大家一起做一下 就当来个 它真的是 哇 这个设计感 学着点 谁要是以后搞什么咖啡厅什么的 照搬 那好有感觉 你看人家这设计 你说在这喝个咖啡 一杯不得百八十吧 百八十 那是几度不加 还不加糖呢 糖也给你算钱 开玩笑的 然后也觉得挺好的 那设计感 嗯 这边是大十 这个大十叫什么名字 叫什么扎哈 嗯 那我也不太熟 我也不认识 真是有个吧台啊 好了 这个视频呢 到这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喜欢我的环球旅行纪录片 点个关注点个赞 我呢下午去见一下胡姐 胡姐知道我要走了 说一块吃个饭 然后呢大概晚上的时候 我应该就会去这个机场 因为我有很多的素材 还有视频 要剪辑 还有就是我要加一些字幕 你们知道我现在在干嘛呢 是让我跟这个博物馆留个影 哈哈 就这样子了 出去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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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